我叫大米,来自英国 我是一名西餐厨师 但我酷爱中国美食 走 我将开启一趟美食之旅 下一站,正川 我叫大了 我要倒声呼叫 上面有人 一场全新的美食之旅 带来的惊弦刺激 哇 哇 哇 同时我怎么可能错过 这个被十百万中国人 倾注的重大节日 火把节 看看赤红的火焰 能不能再次点燃 我对美食的热爱 这怎么快啊 没有 没有 好,成功了 建川县 被野生壮阔的大自然围绕 丰富的天然资源 让最新鲜的美味食材 随手可得 我刚到了建川 有一个美食乡岛 圆圆约了我在一个餐厅吃饭 她要带我去一个非常特别的餐厅 你好 你好 圆圆是吧 你是大名 圆圆好 你好 太好了找到你了 对 怎么会选这个餐厅 就在马路边呢 而因为这个餐厅有三个宝 我先带你去尝一下吧 走 赤川的三个宝 圆圆这样说 让我非常的好奇 我必须要亲眼看看三个宝 究竟是什么 菜上来了 菜上来了 但是我们没点呢 是你点的吗 还是 不是不是 在这边吃的话 不用点 就只有这三个特色的 三岛菜餐厅的由来非常有趣 古代的茶马古道 途经渐川 通往西藏 遥遥路途 赶路人只希望能吃到快速美味 又营养的料理 于是当地人便创造了 这三道特别又美味的佳肴 其实它就是我们这边 最常见的三种食材 你看土鸡 炖了汤 然后花心洋芋 有炸了一下 然后萝卜 所以一直你说三道菜 就是这个了 对 三道 我明白了 对这当地特色美食 我只有一句话形容 简单又好吃 我想知道这里还有其他美食吗 建川有很多蘑菇 太好了 就是爷生的吧 对 爷生的 再过两天 我们要过活把节 是农历六月的二十五 对 它是遗族的后面一天 过活把节的 我来到建川真是时候 活把节快要到了 这一天当地人 庆祝与崇拜活得重要 同时也是带领许多民族间 共同的重要节庆 那天我们会树活把 然后吃八大碗 那个八大碗非常有意思 八大碗是吧 对 八大碗是一道菜吗 还是 不是 它是一桌菜 然后有八个碗 八个碗 有一个非常特色的一碗 就是对妈妈的爱 是用羊乳饼做的 活把节那天 我认识一个阿姨 他们家刚好要树活把 你可以去找他呀 活把节将是我发挥 创意料理的最佳时机 那这三道菜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们吃完了 我再进厨房 看一下怎么做吧 对 你可以跟那个阿姨学一下 真是太幸运了 但是我得先陪餐厅老板 完成一项小任务 前面就是什么地方呢 前面是旅园 穿过旅园就到萝卜地了 然后我们要去拔萝卜是吧 对 洛杰是三道菜餐厅的老板 他对食材的食用非常讲究 他亲自长途巴适来挑选 只为了最好的食材 到了吧 对 这路不好走 是 今天洛杰要教我如何拔萝卜 我们要的就是成熟了大的那种 对 像那个怎么样 你就弄这个吧 然后你用双手用力地往上 别歪了 歪了就断了 断了 没关系 我们再拔一个 从来没有想过 巴萝卜会需要这么多技巧 好像可以了 没断了吧 有一丁点断了 没关系 好 我发现就是弄的时候 稍微弄一动 先摇一下 摇一摇 对 它就是 摇一摇 对 你小心一点 它上面有小刺的 行不行 大成功 这大小最适合煮出美味的萝卜汤 现在够我们做萝卜汤吗 够了 行 那我们回去吧 好 我在尖川的第一堂烹饪课 三道菜的萝卜汤 那个萝卜汤里面 你会不会放很多调料吧 没有 不会吧 一样都会放 就连盐都不放 非常好 做这道菜 只要萝卜喝水就好 真是太简单了 但是别看这道菜简单 其实在三道菜里面 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种汤就是特别清淡 就是配这些鸡啊 还有鸯鱼啊 就是 我估计就是一个 clean your嘴的意思 就是因为有油嘛 就喝一点这个汤 不错 我喜欢这种汤 煮熟萝卜需要三十分钟 我赶紧利用时间 向洛杰学习其他两道菜 鸡汤与炸洋芋 就是有一个是炒的 有一个是炖的样子 还有一个是那个汤 还是很明显是被特意 就是设计成这个样子了 对对对 萝卜也熟了 来尝一尝味道如何 好辣是吧 我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这种萝卜 不止一道 我居然学会了三道菜 圆圆推荐我去找赵阿姨 希望她会让我和她家人 一起过活把节 但最重要的还是教我八大碗 你好 你好 赵阿姨啊 你好你好你好 我今天过来是学那个八大碗 可以吧 你了解我们本次的你认识吗 也不太了解是诗话 糟糟糕 赵阿姨的质疑让我来不及访备 你要从实际上学院 到处走走问问 好 来采访一下 因为你来学 你有一点基础才教你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居然有师傅拒绝教我做菜 我把节即将来到 我得快把基础学好 让赵阿姨教我八大碗才行 我要找到一道菜 让赵阿姨对我印象深刻 我记得圆圆说过 羊肉饼就是八大碗的食材之一 你好 赵姐 你这是羊肉饼吗 是 终于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用羊奶做的 羊奶做的 是你自己养的羊吗 自己养的 然后也是自己养的奶吗 自己养 自己做的 如果我自己学会羊肉饼 我肯定让赵阿姨佩服得没话说 你能教我吗 可以 可以吗 可以吧 太棒了 羊肉饼烹饪课要开始了 首先 师大姐的老公 要教我如何养羊奶 挤奶了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要挤你的奶 让我来 苏大哥让我看看如何挤羊奶 它还挺配合的 我来挤 似乎非常容易 它挤不出来 天哪 它不高兴 它挤不出来 它就挤进去 对不起 达米 别太自信 这一点都不像你想的那么容易 不过只要多多练习 我一定会进步 终于挤到羊奶了 这么多够吗 够了够了 够了我们做肉饼吧 快去做 行 那我们找你媳妇去吧 师大姐 我们这是羊奶 就在这弄啊 自点弄了 好的 有我们的新鲜的羊奶 要做羊肉饼 你只需要一些简单的步骤 煮羊奶 这奶 好 好像是猪开了 最重要的步骤就是做出奶酪 你曾经好奇为什么奶酪会凝固又有粘性吗 秘密就是在那些神奇的奶汤叶子 奶汤酸化羊奶 使羊奶的脂肪与蛋白质凝固 最后就变成奶酪 这叶子蛮有蛮就蛮有凝固 它就不会凝固了 好 行 那我们放进去吧 好 羊奶 把它们混在一起 三分钟后 你就可以看到那些奶酪慢慢形成 好 咱们看一下这个羊奶有没有凝固了 放在这边 好 有没有凝固了 它就是水在上面 是 那个肉饼在下面 这个现在也可以吃了 最好吃了 我也尝一口吧 其实在国外我们也这样吃 最好吃了 你吃 撕也像吗 它有点像奶油一样 其实你别看它是块装的 放嘴里就花了 做两个 大理炸乳饼的料理方式非常独特 因为乳饼跟其他奶酪不同 不会因为加热而融化 现在只有两块了 一个是我做的 一个是你做的 这样吧 我把我做的 拿走怎么样 可以可以 谢谢大姐 来看看赵阿姨觉得我的羊肉饼如何 阿姨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样 接近点 你好 你好 你看 你看看看 我做的乳饼怎么样 真相的一刻 找阿姨会喜欢我的乳饼吗 行 行 行 别做得好 考验通过了 之前努力的代价终于有了回报 现在她能教我八道丸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 现在可以 可以 虽然八道丸有八道不同的菜 但是今天赵阿姨只教我三道她最喜欢的 当然还有一些生命课题 我们的第一道菜 对妈妈的爱 亚洲饼它是代表一种对妈妈的爱 那个小羊吃妈妈的奶 是棍猪吃的 这个意思很好的 这个是对妈妈的尊重 切的时候也是切成这种 挑心的这种形状 对对对对 漂亮 自己腌的 香不香 这个你就不用问了 赵阿姨用自己珍藏了一年的火腿和米酒 扎上我做的乳饼 就把火腿 羊肉饼 这道妈妈的爱就快完成了 再加一些糖浆 好的 这个就加一点甜甜的味道 好 给它蒸五分钟 这道菜就完成了 五分钟 好 明白了 我们的第二道菜 年年有余 在其他地方 八道丸是用肉 只有在煎川用鱼 因为菜名用来比喻 富裕吉祥更贴切 这个是米粉 辣椒 花椒 味精 油 放上食材 调料 还有一点酒 然后腌一个小时 让这些味道浸入鱼肉 这颜色挺吸引我了 腌好了之后 我们需要蒸三十分钟 然后这个就可以直接蒸 不不不 还有这个 为了它下面不软 是这意思吧 两道菜 完成 最后进行我们的第三道菜 酥肉 那这道菜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说 一个家庭里面 是要互相包容 你看用鸡蛋 小粉 包在那个 这些肉上 做出来就是叫酥肉 酥肉的意思就是 要舒舒服服地过日子 这个非常非常好 我觉得其实我们西餐的一些菜 有点缺少这种意义 我觉得有意义 就吃起来更好吃 怎么样 可以 很好 我们把蛋 肉 还有一些酒 混在一起后 就剩下最后一个步骤 油炸 好 变得金黄色 没错 没错 我已经成功学会八道丸的集中三道 比起如何做菜 这是第一次我学到美食背后的意义 今天就教你这三道菜 明天欢迎你过来吃八道丸 好 好 好注意 过来就可以 今天到此为止 你好 小张是吧 小张你好 这是你爸是吧 对 这下面有松茸 写出来 小张和他父亲是季节性的蘑菇猎人 他们给我上了猎人速成班 让我了解如何摘蘑菇 这就是 这可能不是 这可以非常好吃 炒的事是最好吃 这个地方是你秘密的地方 你要小心的 你不要给人家看 不要给人家防线 我不知道原来摘蘑菇这一行 这么竞争激烈 摘了半天 我们的成绩算不错 但还是没找到松茸 上面有一个秘密的地方 人家不知道的地方 你早说吧 找了半天都找不到 好的 行 咱们去看你那个地方吧 好 小张的秘密地点 可能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我找到了 我要道声呼叫 上面有人 我看到有一个阿姨 阿姨 阿姨下来啊 那就先走一走 没找到啊 什么都没找到我们 他们走了 我终于找到松茸了 你看这肉啊 白白的嫩嫩的 这个闻得比牛肝筋的味道要大好几倍了 是的 按等级区分 松茸的市价 一斤大概是一百块到一千块钱不等 如果是在家节起见 比如说火把节 价格甚至可以更高 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 上百万人一同侵入火把节 这个冲白火的传统仪式 时代传承 他们相信火可以驱虫除磨 以及保佑他们孤雾年年丰收 今天我与赵阿姨一家 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 赵阿姨 哎呀 大姨 大姨 你看我八大碗刚做完 赵阿姨的八大碗做好了 好走 现在换我的创意料理上场了 做一些准备好一点 我的第一道菜是蘑菇汤 灵感来自于洛杰的萝卜汤 我要用我跟张家父子摘的蘑菇 煮出发挥蘑菇真正美味的一道菜 这个我要是给我其他的厨师朋友看 他们会羡慕嫉妒恨我了 各种蘑菇啊 让我向你介绍这道菜的两个主要食材 鸡汤 还有干蘑菇熬出的汤汁 用这些原料做出鲜香的汤皮 你看这水吗 就是蘑菇的金水 但是别忘了蘑菇有各式各样 丰富的种类 哎呀 因为我们用的蘑菇不是一种 是很多种 再加了干蘑菇的汤 现在也加了鸡汤 也是增加了一层 经过三十分钟的加热之后 只剩最后一个步骤 我们需要再把蘑菇搅成汤 就完成了 接着我的第二道菜 我使用施打结的乳饼 还有西瓜 切西瓜 创造出最完美的创意开胃菜 切成块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边儿 可以自己吃 大明 我这菜来了 你的菜好了吗 你可以给我五分钟吗 你辛苦了 当时要快一点 人开始来了 我在这边就烤串吧 这个入饼要四边豆烤熟了 然后就是加我们的西瓜 但背后其实还有这些埃及的调料 让这道菜更入味了 开心果 白芝麻 灰香籽 还有干柠檬 找到了这个 羊肉饼 西瓜 再加上埃及的这种香料 真是太美味了 终于 我的第三 也是最后一道菜 今天的甜品我决定了 我一定要用羊奶做 因为他们的羊奶 实在太好喝了 这个甜品呢 就是一个摩西哥的甜品 叫卡黑塔 它就是加这个羊奶 还有一些白砂糖 还有桂皮 淀粉 还有苏打粉 非常非常简单 看看我如何使用微小的食材 都是为了让羊奶的味道更棒 就这么简单 这个甜品已经备好了 只要等一个小时 我们就可以吃 随着时间过去 你可以看到颜色慢慢变成褐色 这是因为羊奶里的糖分 转化成焦糖 好 这个程度就好了 这个用西班牙语就是 就是到了可以看锅底的程度 就好了 这点心又甜又奶油 小孩绝对会喜欢 终于可以上菜 给赵阿姨家人和客人了 好吃吗 好吃 大家都觉得我签两道菜非常好吃 对于我的最后一道菜 绝对会给小孩一个惊喜 但是其实小孩不是唯一好奇的人 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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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火了 我放电火你点火好不好 我点火 行 我可以点火了 赵阿姨已经安排 让我帮他们点燃今年的火把 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给我了 鸡排是不是要放一杯 来 放一杯我的创意菜 我把点燃 我把点燃 现在盖上最后一道菜了 小朋友还说 我所有的菜都被吃光了 虽然我有点累 但是现在要结束还太早 在水哥堂那里还有一个更大的火把 比这个还要大吗 是的 好 咱们去看最大的火把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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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尖川的旅程 结束在这个热辣的夜晚 火把街让我对美食渴望的热景 更加奔放 剑川 谢谢你 期待下次见 下一季天涯出王 让我带你到维山 去寻找传说中南兆国王的后代 遗族 这次旅行即将画上最后据点 当我离开大理之前 我需要先跟老朋友说再见 各位辛苦了 还有认识新朋友 我会不会舍不得离开如此美丽的维山古城呢 在维山的第一口 都是维山人都是朋友 大理等我回来 还会不会舍不得了 每一半都见到 如果您的意见到 我会这么大 看到包着